然後我們當時在討論說 為什麼會受傷啊 是被什麼弄到的幹嘛 然後我們還說 還在找地上有什麼血跡 然後當時業者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說是你自己摔倒的啦 然後那個血跡是油漆不是血 剛剛這邊有血跡嗎 有 哪裡有血跡 這邊跟這邊 平常就是油漆啦 油漆啦 又被告了 被告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涉嫌詐欺 撞到 我上個月去美國前 我家裡就收到一個詐欺的通知 我想說 奇怪是不是搞錯 我想說是不是有人弄我 還是有人假冒我的名字 就是去騙錢 然後害我被告 天啊 丁特你怎麼來開Uber 哈囉 對然後今天來做筆錄之後才發現 喔 精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去年我參加一個 海上遊樂平台的活動 我也是回去澎湖做筆錄 啊做筆錄的時候順便 去拍那個黑店試玩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跟史丹尼一起回澎湖 啊回去的時候想說 順便推廣澎湖的旅遊嘛 就陪史丹尼去那個海上平台玩一下 結果一玩 受傷了 事發的過程就是 我在海上平台玩 然後玩一玩 在跑跳的過程中摔倒 撞到它一個平台的邊緣 然後平台的邊緣有很銳利的鐵片 或者有蜜蜂耶 沒事 很大隻耶 在哪裡 有點恐怖 在那邊 反正 我就是在海上遊樂平台啊 撞到它的邊緣 當場血流如柱 就是我可能被它一些鐵片 或者尖銳的東西 整塊肉被割下來了 對然後被割下來的同時呢 就是 當然第一時間就是要送醫嘛 因為我也沒看過我流這麼多血 就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噴這麼多血 一來呢業者沒有第一時間幫我叫救護車 他拖了六分鐘 從我受傷到他叫救護車過了六分鐘 那這期間我跟我們的工作人員 因為我們當時有拍片 我跟公共人員都一直拜託他叫救護車 但是他就是 他說我幫你消毒啦 幫你怎樣怎樣 他就是想要用一些拙劣的包插技巧 然後幫我包起來就算了 他不希望把事情鬧到 因為那個海上平台玩之前 大家每個人要把手機 放到那個他一個籃子裡面 因為你在海上平台玩嘛 跑嘛跳嘛 所以我們每個人那時候手上 身上是沒有手機的 所以只能拜託業者幫我們叫救護車 然後他拖了六分鐘才叫 那就算了然後我們當時在 討論說 為什麼會受傷啊 是被什麼弄到的幹嘛 然後我們還說 還在找地上有什麼血跡 然後當時業者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說是你自己摔倒的啦 然後那個血跡是油漆不是血 剛剛這邊有血跡嗎 有 哪裡有血跡 這邊跟這邊 平常就是油漆啦 油漆啦 這是油漆 就很像 我跟你講怎麼說 他明明是一個大人了 但還是做出一些像小朋友一樣 這種推卸責任的行為 就是海上平台怎麼可能會有煤乾的油漆 就是我的攝影師是 把我噴在地上的血這樣抹起來 說 這個是液體啊 這個煤乾啊 然後老闆說是油漆 這個是血啊 這是油漆 他特色的 他真的脫了起來 這是油漆 我們等於 對啊 這是我們的油漆 反正從第一時間我就覺得 老闆在推卸責任 然後到後來我送醫 他都沒有來看我 他一點都不關心我的傷勢 直到我們工作人員 包含當時有一起去玩的史丹利 就是一直告誡這個老闆 說你至少去關心一下丁特吧 你怎麼 人家受傷了 你還在這邊做生意賺你的錢 老闆才心甘情不願的來 來急診 然後他一來 不來沒事 一來我更氣 他來就跟我媽說 啊...是你兒子自己擲桌 不... 不...不... 然後我就直接嗆老闆 我說 你摔倒會這樣嗎 你會摔下去傷口見骨嗎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傷口 來來你直接來 這塊就是當初的傷口 這個不是塗的哦 這到現在都黑的 好啊如果到時候上法 我也會給法官親自檢驗 傷口一年了 到現在剛好超過一年了 還這樣 永久的傷疤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好 然後有時候這裡面還會隱隱作痛 當初的醫生的檢驗報告 叫做診斷證明 診斷證明上面寫 骨頭暴露 組織缺損 因為他海上平台有 不當的尖銳物體 導致我撞到升級劍骨 我腿上一塊肉直接被割下來了 還要打破傷風還要縫針 然後縫完 已經整個人承受很巨大的精神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要知道海水裡面有海洋胡菌 海洋胡菌如果感染的 一天你的腳就整個爛掉 可能嚴重要結肢 很恐怖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海洋胡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在診斷的時候醫生跟我說啊 如果 回去要非常小心 因為有傷到骨頭 運氣稍微不好 會變蜂窩性組織炎 再嚴重一點 可能會骨髓炎 因為有傷到骨頭 那骨髓炎更恐怖 就是你可能嚴重一點要整個截肢 我當時受傷的那幾天 是承受非常非常巨大的 精神跟身心壓力的 就非常痛苦的折磨 然後導致我受傷的那個人 看到我的第一時間 跟我媽說是他自己摔倒的 是你兒子自己摔倒 跟我沒關係喔 是你兒子自己摔倒 我是問有人摔倒 會撞成這樣子嗎 而且他們海上平台 遊樂平台 那就是懸浮在海面上的 沖氣的氣球浮板 因為這上面走得很晃 因為海水很晃嘛 氣球本身也是軟軟的 所以它的主打的賣點就是什麼 你可以在海上跑 它有一個跑跳的踏板 那你既然是一個本來就可以跑跳的平台 那你怎麼會怪我受傷是因為我在跑呢 這不是你自己在網路上 他自己網路上的網頁都還在啊 它上面主打的就是旅遊的廣告內容 就是在上面跑跳玩樂 而且它的廣告影片也是跑來跑去的 它廣告影片就是在上面跑啊 那我在上面跑 它卻反過來怪說我在上面跑 所以我才受傷 這邏輯不是有問題嗎 這個它 從事發當下 到醫院 然後到剛剛做完筆錄 到現在一年了 它都還在推卸責任 它怎麼推卸的 我跟大家分享很精彩 那我剛剛我一進去呢 筆錄商就問我說 你是否有在 禁止跑跳的區域裡面跑跳 我說哈沒有 業者沒有告知我平台禁止跑跳 也沒有告示牌 而且所有的遊客就是在上面跑跳 在上面玩 我們當時一行人 整個團隊應該有八九個人吧 包含史丹利 九個人都沒有被告知說 現場禁止奔跑或幹嘛 然後法官要求業者提供 現場有禁止奔跑的證據 告示牌啊 或什麼標示 然後我們律師去催他 催一個禮拜 催兩個禮拜都沒出來 拖一個月才出來 跟他要他現場 他營業處的照片 他要了一個月他才能提供 然後法官要他提供 現場有禁止奔跑的 標示 沒有啊 沒有禁止奔跑 然後我們全程也都錄影 沒有錄到他說不可以跑 而且一堆人在上面跑來跑去 他也沒有自止 然後他竟然說這是禁止奔跑的區域 他說這個咖啡社區塊是禁止奔跑的哦 哈哈哈哈 禁止奔跑哦 然後很精彩 像這個照片 哈哈 這是業者 提供給法官的照片 然後他說這個咖啡社區域禁止奔跑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這個人是在走路嗎 他不就像在跑步吧 下一腳踏到這上面 還是他踩下去可以瞬間停下來 不可能吧 肯定就是這樣跑過去吧 然後他說咖啡社區域禁止奔跑 是我在禁止奔跑的區域奔跑 導致自己受傷 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他還有一條 還問我說什麼 你是否假借受傷的名義向業者求償 這假借 傷口 一年多了還在 還這麼大 然後診斷證明也清清楚楚 然後影片血流如柱也拍得清清楚楚 業者也在旁邊看著我血流如柱看得清清楚楚 然後他過了一年 突然告我詐欺 說 因為我假借受傷的名義向他求償 他說是不是破皮而已啊 對然後他還有說 你是否 僅僅因為腳破皮擦傷 假裝重傷向業者提告 他報警 告案的時候說我只是破皮跟擦傷 然後說我沒有受傷 想賈介受傷明義向他提告 真的太離譜了 就 這個 盛夏旅遊 哎對 我一直一直沒有跟大家介紹 這個告我的 K星 旅遊業者 的名字叫做盛夏娛樂有限公司 大家看到的時候千萬要小心哦 你在他的平台上面跑跳 還是撞到哪裡噴血 哎 是你自己跑跳造成的 不是他的平台上面有尖銳物造成哦 是你的錯 他的海上平台有尖銳物 絕對不是他的問題 大家小心哦 他負責人告我的叫 張家智 張家智先生我看 應該也四十幾歲了吧 四十好幾年 人生歷練比我多了十幾年 他怎麼做個事情 還像個小朋友一樣 我就實實在在的受傷了 然後你到現在還不願意承認 你把我弄受傷了 還在推卸責任 你不就是一個犯了錯 然後還極度無恥 不願意承認 推卸責任至今 不願意負責 還告我搞我的一個 垃圾養老闆嗎 請問我哪一句話說錯的 你如果告個妨礙名譽 我可能還可以理解 就你可能覺得 你其實沒有這麼糟糕 我無負貴你了 你也沒有告我妨礙名譽 你告我詐欺 你不就是只單純想搞嗎 不是在浪費司法資源嗎 所以搞笑嘛 他告我的依據是什麼 我假借受傷哦 我假借受傷 然後告他 今天如果 我沒有告你 就是我傷口受傷了 我說這傷口長這樣怎麼處理 三十萬五十萬 還是三萬五萬 三千兩千 隨便 我如果有這樣跟你講 好不好 你說我假借受傷 我覺得可能都還一點點說得過去 但我今天是遵循 正常的法律途徑 我請律師寫訴狀 我請我的攝影團隊 整理好當下的影片 還有證據 向法院合法的向你求償 那怎麼就變成詐欺了呢 然後你告的理由 還是我假借受傷民意 說我腳只是破皮擦傷 欸剪輯師 影片放一下 我當初血流如住痛苦的表情 我當初 裹著一個大紗布 白咖走路一個月 的直播畫面 通通給我上 好不好 這樣是不是有點可悲 還白咖 那個是演得出來的嗎 然後還有整段證明 醫生啊他用英文寫的 那個英文就是寫 骨頭暴露 不曉得有沒有人 真的親眼看過自己的骨頭 我看過 就那個傷口就一個洞 這麼大 好像一個硬幣一樣 這麼大的傷口 就在我的腳上 然後一直湧出鮮血 像溫泉一樣 醫生把裡面清乾淨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 我不知道那個是幾級的疼痛 反正我這輩子沒有經歷過 這麼巨大的疼痛 就在清那個傷口的時候是 我的腳像有幾千幾萬根的針在砸 像有蟲在裡面咬 超級痛 然後傷口都伸到見骨 然後這個業者老闆 也親眼看著了 然後他現在反過來告我說 我假借受傷迷役 向他求償 所以我在此要呼籲 就是所有全台灣的遊客 如果你要到澎湖玩 請你避開盛夏旅遊 這間公司 因為這個老闆張家智 是一個無良的老闆 罔顧遊客人身安全 不願意負責 我說的 張家智如果你不服 你可以再告我妨害名譽 沒有關係 我就陪你繼續跑法院 我就看你要跟我耗多久 我就看你這個 什麼時候才肯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 然後誠懇的向社會大眾道歉 誠懇的向遊客道歉 我再跟他講一句話 我去年受傷的時候被送上救護車 我當下就覺得這個很扯 這很好笑 我怎麼在上面跑跑掉掉 然後就突然一塊肉不見了 我就覺得很扯 所以我就問救護車上面的消防員 我說這家業者有出過市嗎 我是第一個受傷的嗎 業者說沒有 我去年七月去的 他說半年多前 有另一個人也是受傷 而且超嚴重 他說他的背被船槳打到 他的背被船槳打了 五條的大巴 噴槽多血 差點死掉 就是在同一家 就是你張家智 你的海上平台 你傷害的人 你已經犯過這麼可怕的疏失 已經害遊客 他XX差點死在海上了 你還不做好你的安全設施管理 然後還有臉說我 他XX受傷 假借受傷 明義向你求償 我是不知道前一個遊客 你到底拿多少錢跟他和解 但是我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把他公諸於眾 我希望所有人 除非你想要用自己的肉體 去承受受傷 然後去跟他拿和解機 而且冒著生命危險 那個遊客據說 他在海裡 被張家智的聖夏娛樂的 這個船的船槳繳到 他穿著救生衣 然後在海裡被那個船槳 一直尻那個背 那背背尻了五六條的巨大的疤痕 海裡全部涌的都是鮮血 你想想看 如果他轉的是肚子 如果是脹氣 是不是死在海裡了 所以我說這間旅遊業者 他的安全措施就是零分 他就只是顧著賺錢 然後草街人命的XX 我有說錯嗎 如果有說錯 你歡迎告我 你可以說我造謠嗎 那你告我詐欺幹嘛呢 你告我詐欺 你不是自己心虛嗎 說隨便找個理由爛訴 看看丁特被告詐欺會不會怕 我就不再批評你 讓你可以繼續賺錢 賺那些XXX錢 去XXX的澎湖之詞 所以我在這邊再次呼籲 所有的這個台灣的遊客 如果你要前往澎湖旅遊 很好 澎湖的海鮮很好吃又便宜 但是千萬千萬不要去這間剩下魚的 因為它是一個草間人命 只顧賺錢 然後還不願意負責任的XXX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